湍急的水流中可以看到一名男子 等待消防隊員救援 救生艇一靠近 還差點被猛烈水勢冲走 但還好仍然順利救起男子 高雄市與市不斷 23號下午一名中信男子 駕駛小貨車行進高雄美農 竹山溝產業道路 因吸水暴漲 男子受困車內 但水越淹越高 把整輛車淹沒 男子只好爬上車筒求救 由於降雨持續不斷 高雄美農已經預防性撤離70位民眾 而在高雄岡山 台石九甲縣嘉興路段 仍然汪洋一片 還有垃圾車翻覆在水中 當地民眾只能涉水外出 不僅高雄市各區淹水 往北走到了台南仁德一帶 可以看到機車都倒在水中 淹水國小外的道路 水深集息 車子輪胎都淹沒在水中 台南市政府也針對 潛在危險區域進行撤離 在國軍的協助之下 截至二十四號上午十一點 已經在二十五個區撤離一千零五人 小心喔 小心喔 來 下來扶一下 幫忙扶一下 來 你不要幫我扶一下 南台灣受到熱帶低壓影響 出現豪雨等級以上雨量 比起民眾盡量避免前往淹水地區 並隨時注意氣象資訊 每日接著 該打給我們 我們在高雄台南採訪不到